我們要請張信長老師 帶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看到現在包含了 瑪麗波現在遭到圍城斷水斷電 甚至是快斷糧 那麼基伏北邊的柏洛江卡 這邊有公寓被以為平地 而且這烏克蘭的部分 說有百人慘遭活埋 他說恐怕是有這麼多的人 烏克蘭官方說 俄軍要準備攻打第三大城 奧德薩 在3月4號到目前 聯合國的統計 有330位平民死亡 但是剛剛我們也看到了 俄羅斯宣布在莫斯科的 5號上午10點鐘 也就是台灣時間下午3點鐘 停火並且承諾開放人道走廊 但針對這些攻擊 像是在北邊的公寓 其實在俄方的部分 他們是說沒有做這樣的攻擊 我認為首先要去思考 究竟這個消息是由誰所發的 因為通常是處於劣勢的兵力 是會綁架民眾 然後作為墊背 而優勢兵力是希望 所有的民眾走得越乾淨越好 但是從雙方議和 目前能夠開闢 就是停火 而且希望民眾離開 所以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這個處於優勢的那一方 是俄羅斯 而處於劣勢的那一方 是烏克蘭 而且整個新聞的發布 開闢所謂的人道走廊 是從俄羅斯而來 整個戰爭發生到現在 有各種不同的訊息 但是各種訊息之中 有很多確實發現 到了最後是真假參判 而且有很多東西是不負責任的 講出來的就是謊言 但是我們要了解 今天這個戰爭 基本上它的本質 不是亡國滅種之戰 是把它打趴 不是把它打趴 打趴的就是像美國 進軍伊拉克的時候 或者說是去進軍阿富汗 根本就不跟你海山政權去彈劾 也不根本去拒絕 是跟塔利班去彈劾 那種方式 就是所謂更迭政權 Regime change的話 那個是就是要把別人打趴 但是到現在就是打了四天 就立刻能夠上談判桌 所以基本的構想 是有限的戰爭目標 是要把烏克蘭給打趴 所以打趴的話 它的就是說是殘忍的程度 跟凶狠的程度 其實是相當約制 這就是為什麼 所謂的人道走廊 是由俄羅斯那邊所宣布 也就是說它配合了 它真正戰爭的目的 也是表達它的姿態 不過目前現在看到 極有可能在這個週末 還會來進行第三次的一個會談 對 這個我必須要講 由這兩邊三次的會談 我們可以要理解到一件事情 我們有一個講法說 他說戰爭其實是政治 是以他種方式 他種的手段予以延伸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們要了解戰爭的 整個發展的進程 以及它所展現的樣態 其實是配合整個 就是談判的狀況而來 而談判之中我們發現 第一點它是第四天 就開始展開談判 第二 他談判完之後 馬上預備盡快的兩輪 兩個回合談完了 第一個回合談了三次 第二個回合談了一次 然後能夠無論如何 能夠達成一個具體的結論 其實到達最後 因為談判就是 漫天要價 就地還錢 但無論如何 他至少達成一個具體結論 就是停火 暫時的停火 開闢人道的走廊 而且表態說我們謹述 要到這個舉起 這個舉行第三次的談判 特別是在第二次的談判之後 這個Rolensky 烏克蘭的總統Rolensky 有特別的呼籲 他希望能夠親自去見普丁 所以從各種的跡象而言的話 我們對比其他的戰爭 可以發現雙方都很有意願 希望能夠達成政治的妥協 只是到目前為止雙方的架碼 還是談不攏 但是我們也知道國際現實 在國際社會是很現實的 有人想下馬 但是有人卻不讓他下馬 在旁邊的人 三英風點鬼火的人 就希望這個戰爭 能夠打得越長越好 最好就把這個 就是俄羅斯給拖垮 所以現在最流行的講法 叫做美國點火 然後是俄羅斯開火 然後是烏克蘭著火 然後旁邊美國隔到海洋 隔岸關火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是玩火 然後還有人希望跑著 趁著機會不斷的推銷賣軍火 所以其實國際社會 各方各有所圖 因為他各有所圖 放出來的各種的訊息 有時候也並不公語 這是我在這邊要呼籲 請大家能夠去對比 各方的消息才能要瞭解 真正的圖像 而且有人故意去誤導 或者去欺騙 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好 不過我們剛剛也聽到 張昀老師講了 美國是不是在個案關火 現在很多人都會關注說 到底美軍會不會出兵 已經討論很久了 我們請教春藝老師 現在其實還有專家表示說 美軍其實是有下指導器 真正在幕後來打仗的是美軍 你說美國會不會出兵 是嗎 這好像 我認為幾乎是不太可能的 不敢講說萬分之一萬 就是說我認為也很清楚 美國已經講得這麼清楚 他們出兵對他們有什麼 他現在已經是賺得飽飽了 他不費一兵力不足 他不用犧牲他的人 他該有的都有了 所以而且他實在是非常冷酷 這個折倫斯基 已經多少是懇求哀求 然後用道德綁架美國 說你們這樣子做多麼的對不起 我們烏克蘭人 美國就不為所動 而且講得是非常非常的冷酷 講得非常有道理 所以如果這樣子 反而會擴大歐洲的戰爭 各種各樣 你看他們國務卿講那種話 所以我是說美國照說 過去我們都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問題 是在台灣非常典型的問題 就是說美國不是世界警察嗎 美國不是像他們好萊塢電影 演的那樣嗎 到處就是伸張爭議 然後這場如果是個 不義的侵略戰爭 美國理所當然 而且義不容辭 當然就要去幫忙 這個神話 這一次就破滅了 不只是這樣子 他們甚至事先給人家糊弄 幾乎給人家承諾 讓烏克蘭信以為真 他都感覺公然毀約 而且這個厚著臉皮 就說沒有 我是覺得說 我們從此更重要是說 這樣的問題根本不必再問 而且更重要是 這樣的問題後面 反映了我們台灣對美國 還是沒有看清楚 還有存留一些幻想 這個實際上是很不好的 而且其實都應該講說 現在大家都在問 你看 特別是美國駐烏克蘭那個女大使 經常都散放各種假訊息 製造非常非常恐怖的 這樣一個錯誤的訊息 他也是在參與幫忙點火 他在製造更多的事端 就看熱鬧的不怕事情大 這個都是美國人 非常不負責任在做一些行為 更何況私底下 他們繼續在提供這種軍火 繼續在散風點火 問題是這兩天 美國派來那幾個咖 我們台灣人到底怎麼解讀 當然不是我們今天談的重點 就是說我們一直沒有把 這一次整個俄乌戰爭 真正的罪魁禍首 元凶 就是美國 而且應該全世界指責他 全世界譴責他 如果不對美國施加壓力 這場戰爭是不會停止的 我想很多人都已經講了 美國現在是主導北約 整個烏克蘭最大的目標 是希望加入北約 這個加入北約根本是不可能的 就像美國出兵是不可能 這個時候一句話 清清白白的講清楚說不可能 早就該講了 可是他們就是不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造成這麼多的悲劇 在產生的時候 不去問源頭 現在看 戰爭本來就很殘酷 你現在看個別的一個戰區 個別一個死傷 然後他不斷的誇大 更何況剛剛那個 上山先生講的 這些訊息假的又多 而且惡意誤導的又多 很多真實都沒有被講出來 我們都看到一個訊息 我們這個比較能夠連結 就是說 雜夫的一個什麼文化 什麼學院 然後有個俄國人 就搞死了幾個中國學生 還弄出了一個英文名字 後來一看 那個學院根本沒有 中國學生在那裡 中國學生 這種消息都是各出誤傳 普丁當然有證實 他們反而幹罪說 有兩個中國 但不是他們打了 是烏克蘭的這個 因為烏克蘭挾持老百姓 因為他們希望進入巷戰 這個談判很重要一點 就是開這個人道走廊 這個是不祥之道 開人道走廊 就是希望說百姓趕快撤 人民趕快走 那就是二戰 激戰 決戰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從烏克蘭的立場 這些人民 一般百姓就是他們的保護 就是他們人肉盾牌 所以他不讓平民撤走 這些我認為是比較合理的推斷 你這個人道走廊開的時候 這些在裡面的百姓 包括這些留學生 下的鑰匙要跑的時候 如果烏克蘭的守軍的立場 當然不希望他們走 對自己同胞不好下手 也許之後開槍打一兩個外國學生 殺雞儆猴 大家就怕了 這個時候開這個人道走廊 希望百姓人民疏散之後 可以進入正規軍的對決 我說預估再來 就會越來越慘烈 這件事情其實烏克蘭應該早日 看清楚形勢 早日就是宣布 你剛剛有提到談判 宣布什麼 俄國這次是贏面的 他不太可能讓步 他一定會照到他原來 定了那幾個目標 沒有達到他要的 我認為談判 怎麼談 就是大家拖延 俄國是不太可能讓步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悲劇繼續發生 美國自己要自己來說 好啦 夠啦 你們也不要去犧牲 美國如果點個頭 烏克蘭就知道 這個折倫斯基就知道該收手 如果美國不收手 烏克蘭的老百姓 才應該自己起來 那個折倫斯基還在呼籲說 俄國 希望俄國老百姓 能夠起來反戰 然後能夠停止 這個是胡扯 應該是烏克蘭的老百姓 自己起來 為什麼我們讓自己陷入 這麼一個悲慘的命運 如果沒有這些力量出來 這個戰爭還是會繼續打下去的 周恩老師 我必須在這邊要呼應一下 春其兄就是 但是那個大使 我要稍微聲明一下 美國沒有派大使到烏克蘭 已經好幾年了 所以我在這邊 那個亂放話的大使 是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 而且他提名了一個愛沙尼亞大使 在這個開戰之前 提名現在駐愛沙尼亞的大使 希望改住到基辅去 但是烏克蘭也是很有骨氣 也在那邊考慮要不要他 所以我們大家要知道 因為烏克蘭跟美國的關係 其實是很曖昧 過去幾年來 不要說今天一開了戰 就好像是一個是好人 一個是壞人 我覺得我們台灣社會 本來就很濫情 也很禮貌 說我們今天 糊裡糊裡的大家就去挺烏克蘭 我覺得假如我們今天 去譴責侵略者 因為就俄羅斯 在任何的國際法標準而言 就是侵略 這個沒有話講 但你要不要去挺烏克蘭 其實烏克蘭不是那麼完美 烏克蘭也產生了很多問題 美國到現在也沒有說出 完全無條件 就是去挺烏克蘭 我舉出幾個例證 第一 美國上次川普 跟拜登的大選之中 一直有傳言烏克蘭的駭客 希望去改變有關選舉的結果 第二 還要爆出來一個醜聞 就是川普去跟烏克蘭總統 希望他能夠去曝光 有關拜登的兒子 在那邊經營石油企業 或者國營企業的東西 美國很多的政要 都跟烏克蘭的國營 很多的大公司 有非常曖昧的擔任董事的關係 同樣的烏克蘭之中 也有很多縱容納粹 以及造成慘絕人寰的 甚至還有一個電影 一個紀錄片 獲獎就是怎麼去 這個納粹是在這烏東地區 去殺害無辜的平民 還有上百名這小孩 所以我在這邊 真是要呼籲我們台灣的鄉親 我們可以去譴責侵略者 但是你不要糊塗 就是去支持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絕對不是 百分之百的無辜 這個點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而且他們倆隔得那麼遠 我們今天不要隨便去選邊 大家要知道 去加強大陸的武裝 去賣很多先進的軍備的產品 其實是烏克蘭 所以大家面對一個國際情勢 不是黑跟白的 就是這樣選擇 美國跟烏克蘭的關係 其實沒有那麼好 只是今天為了在檯面上 然後去打擊俄羅斯 所以一下好像把它形容成 這個無辜的受害的羔羊 但是真相可能 是比你想像的醜陋萬分 可能更加的複雜 看到現在各個國家 都提出制裁 那麼金融牌是否有效 俄羅斯有7家銀行 遭到逐出SWIFT 12號正實施 其實在2014年 俄羅斯也曾經遭受到西方制裁 但是普丁並沒有因此下台 反倒是不斷不斷累積的外匯 而且超過了6000億美元 現在還傳出說 其實俄羅斯已經把外匯 存底一大部分兌換成人民幣 並且把支付系統 轉向大陸銀行 所以大陸可能是攸關俄羅斯 能不能夠繼續打仗 非常重要的關鍵 靖平哥 現在全世界各國在美國 開始帶領抵制之下 把俄羅斯組出了SWIFT 很多人講說 這不就開啟了一個 我覺得第一個是滿諷刺 開啟了一個金融的 類似貨幣的金融戰爭 因為這個環球電信的金融 它的一個電匯的一個系統 它的一個金融協會 它其實就是在當時全球 你看今天有超過100多個國家 一兩三萬的這樣一個銀行 一兩萬的這個銀行 加入了那個協會 然後進行這樣一個貨幣 匯兌的一個交換 然後為的是什麼 就是在以全球以美元 為主要兌換貨幣的 匯兌價格的來說 它是一個基準點 當時是為了方便 各個國家 各個銀行 英國也好 法國 德國 俄羅斯也好 今天因為美國在全球的 政治 經濟 軍事的影響力 以及在SWIFT它的一個 它其實SWIFT是一個民間機構 它是一個民間 但是因為有官方的 這樣一個影響力 然後影響就是把俄羅斯 逐出去 認為 甚至英國央行 美國的這個聯準會 都還喜之之的認為說 這個是對俄羅斯最大的一個 形容是金融核彈 一個最大的懲罰 可以瓦解俄羅斯的這個 它的一個金元 俄羅斯的什麼 比如說它有 馬上就有2000億的盧布 或者是俄羅斯的這個美金 它完全就是叼住了 不能這個去兌換 但我剛剛要講的是說 完全當時這個民間的團體 民間的一個全世界 全球合作的一個通用團體 這個機構 當時是為了匯兌方便 然後貨幣轉換的方便 然後作為國際貿易的一個基礎 所成立的一個這樣的協會 結果沒有想到 因為美國 英國 這些五眼聯盟發起了 尤其是美國 之後我就講美國就好了 美國這樣的一個做法就開始跟 本來是為了便利 但是為了 因為後來發生了衝突之後 我因為衝突的理由 我就把你這個國家 我就抵制你 然後就把你逐出去了 然後說不讓你使用了 就不讓你再加入這個群組裡面 當然 很多人說俄羅斯入侵了 烏克蘭要付出他的代價 但是這個民間的協會 你就違背了他當初的宗旨囉 這個在原來的國際法架構下 很國際貿易的這樣的一個原則下 你當初成立的這個是為了什麼 你傷到了俄羅斯的政府 沒錯 你制裁對付了俄羅斯的官方 也沒錯 但是你去看俄羅斯 舉國的民眾上下 是不是這幾天狂跑ATM去領款 大牌長龍 俄羅斯官方下令股市 就直接不要開 俄羅斯的股市也不敢開 一個禮拜沒有開 還有俄羅斯的相關的 國外的企業 我覺得韓國是最倒楣 而且還要跟著也要宣布一下 制裁一些東西 韓國的Sansung 韓國的他的其他的LG 根本就是沒有辦法 你連在 為什麼我講好萊塢的這些什麼 華納兄弟 這些好萊塢的電影公司 要在俄羅斯莫斯科說 宣布我就下檔 那個電影不要在那邊上映 什麼蝙蝠俠不要上映 為什麼 你收不到貨款 你上映了 到時候俄羅斯人買票進去 用盧布去買電影票 就好像在我們這邊看電影 去電影城用新台幣 你在俄羅斯用盧布去看電影 看完了之後 你那個票房就算在亮眼 你收不到錢 你盧布不能轉換美金 然後讓這個好萊塢的片商 電影公司去收這些錢 money money 賺不到乾脆我就抵制他 抵制他我還可以賺個名聲 又不會得罪拜登 是不是 這一舉兩得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當初這樣的一個 為了方便國際貿易會隊 做生意而成立的這樣一個民間團體 你今天因為有了衝突 你就把它 這會不會讓下一個 不知道是哪一個國家 我隨便舉例 敘利亞 或者是什麼夜門 利比亞 或者是其他一些什麼 沙烏地阿拉伯 伊拉克 伊朗 可能伊朗沒有在SWIFT裡面 因為後來在幾年前 英國 法國 德國 這幾個歐洲國家 為了 專門為了伊朗 成立了一個類似SWIFT 這樣的一個組織 然後讓他們自己國家的 這些銀行都加入 所以其實人家歐洲國家 早有別的方式 因為他就怕到時候伊朗 也被你美國制裁 然後結果你就像對付俄羅斯 把他逐出SWIFT一樣 伊朗也被逐出去 就這樣 所以他們就專門為了成立 這幾個國家反正就沒有美國 中國早在幾年前也成立了一個 以人民幣為主的這樣的一個 他的一個結算系統 當然俄羅斯當時也加入了不少 所以雖然沒有這個世界各國 我剛剛講100多個國家SWIFT那麼大 可是你會不會加速了 俄羅斯這些以後就是導向了中國 人民幣的整個他的地位的提升 以美元為主要的 全球市場強勢的貨幣 你在國際貨幣基金會也好 你是不是變成無形當中 你也去拉抬美國 你主要的對手人民幣 因為美國處心機率在對付中國 這兩年 兩 三年來 應該說快三年了 打了這麼一場 雖然說暫時停止打來打去 有一些停戰協議 就是簽了兩國中美貿易之間的協議 但是我還是形容 美國跟中國就是要打一場 金融經貿戰爭 你當時這麼對付中國 然後你一直打壓人民幣 你這個時候 你雖然不想要再幫人民幣 可是你把俄羅斯 逐出了SWIFT的系統之後 你就是把俄羅斯逼到了 中國那邊去 而且把俄羅斯逼到了人民幣 以後蘆布人民幣或其他的貨幣的結算 你等於無形中 你也是幫到了對方 雖然美國信誓當然說不會 我就是看著中國 你會不會去幫俄羅斯 如果你去幫俄羅斯 你不但沒有站在我們聯合國的立場 世界各國跟美國這邊的 去對付制裁俄羅斯 你還反而去幫助 我就是要看 但中國會很尷尬 他也怕得罪美國 但是我說經貿就是經貿 商人無祖國 然後而且全世界的企業 在做生意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管你那麼多了 各國的銀行 各國的電信機構或者是團體 還是會想辦法去找他們的一條出路 所以當美國用這種方式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讓各國在逐步的思考 我還要外匯貨幣 外匯存體這些外匯的系統幹嘛 會不會變成將來的一種 外匯會對的一個貨幣的一個 形同這樣的一個戰爭 因為美國你把持了 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東西 然後當美國你不爽哪一個國家之後 你美國就會對付那一個國家 這就是我剛剛解釋說 在以後有跟可能發生 潛在衝突的這些國家 是不是就不會再想要加入 那個所謂的組織 或是有美國又掌控 絕大部分的權力跟影響力的 類似SWIFT這樣的一個單位 你從俄羅斯的例子就很明顯看 我覺得今年俄羅斯俄烏的 這樣的一個事情 一定會開啟很多 以後在國際之間學經貿 學這些金融的這些外匯貨幣的 這些學者和專家 政府 去思考這樣的一個未來 我昨天其實就有類似 看到這樣的一個文章 有人就在開始講說 以後這個是不是就會被檢視 一定會的 因為從這個事情看得出來 美國他還是有他的主觀的考量 不管俄羅斯以後是不是導向中國 還是中國他的一個 人民幣電汇系統的這個串起 我覺得慢慢的以後 會有一些其他的機構或組織 類似SWIFT這樣 跟他去分庭抗禮 他都在開始講說 於是 他就在開始講說 他在開始講說 他在開始講說 的一句話